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关于一场土活,闲息丧命的故事 一个穷困了得的小伙儿,为了取其还债 踏上了一条慢慢堵徒路 郑开斯是一个神经兮兮,自愈有病的人 在他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小丑 只要一有情绪波动,体内的小丑就会跳出来 眼中的世界也会变得奇形怪状 开斯不禁脑子住着一只小丑 他还在游戏厅扮演小丑 每天做着无趣的工作 皮笑肉不笑的和客人拍照 唯一的大脑活动就是沉寂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怪兽世界 犹如浮山形般恐怖的列车里 看似正常的人秒变怪兽 三眼双头无奇不有 开斯化身的小丑 不但是一个华壮俱成的丑爵 姚神一变成了救世主 飞烟走壁,手脚变用,杀怪兽与无形中 当然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正当开斯自害到高潮 被自己的朋友给打断 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穷人的朋友依旧还是穷人 开斯的朋友李君是一个卖了多年房子的销售员 来找他就是为了一起倒卖房子 但被开斯给拒绝 他绝对不会卖掉老爸留下的唯一东西 开斯希望身为植物人的妈妈 有一天能醒来有一个家 李君动之以情小之一里劝说开斯 一方面让他为了植物人妈妈的医药费放弃房子 另一方面让他有钱和刘青结婚 开斯是一个油盐不尽的人 拒绝了李君的提议 下班的开斯来看母亲 顺道看看自己的暗恋对象刘青 刘青看到开斯气就不打一出来 无视线殷勤就知道飞奸几道 将开斯摸透了刘青就知道开斯又没钱了 刘青对开斯有一种扶不及的阿朵的失望感 虽然每次刘青都义正言辞地拒绝开斯 可还是会为了他颠覆妈妈的医药费 刘青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护士的他 还要每天忍受来自男患者的骚扰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受到如此大的羞辱 开斯扬言要将刘青带走 愤怒的体内暴动的小丑因子在叫嚣 拿着吊瓶就砸向了流氓患者 这一打不要紧 旁边病床上的老爷子直接吓得不省人事 经过开斯的折腾 直接导致母亲被转移到走廊上 他气愤地去找负责人理论 却听见了刘青在受前辈的指责 这时的开斯觉得自己更加的无能 他无助地靠着墙 表面上平静如水 内心却万简穿心 自己连心爱的人都无法保护 穷到买不起饭只能撤泡面 刘青下班后不顾自己的辛劳 就急忙赶来照顾开斯的妈妈 将自己所剩无几的莲花钱交给了开斯 还不断地安慰她 开斯不想刘青跟着自己一起守护 像很多电视剧的男主角一样 秉着牺牲自己成全爱人的精神 他告诉刘青 遇到好人就嫁了吧 可是刘青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对于开斯这种奉献精神十分的难过 他很明白地告诉开斯 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可是那个人不愿意娶她 转身离开的刘青十分的难过 只留下了满脸呆滞的开斯在那里 开斯像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母亲 哭诉自己心里的苦水 走投无路 他依依不舍地将自己的房子 抵押给了李军 本来是满怀希望 在李军跑向买主的那一瞬间 开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是否正如李军所说的那样很赚不赔 自打开斯卖了房子之后 就时不时地感觉到有人跟着自己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梦想着自己能一夜暴富 这天像往常一样 开斯在医院陪床 却接到了李军跑路的电话 开斯的世界仿佛一下子扭曲了 体内的暴动因子不断地开始娇嚣 脑海里出现了很多的声音 有心跳声 揪护声 呼吸声 开斯去李军的公司询问李军的下落 就在这时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蒙着头套便被带进一个地下组织 穿过7K的街道 只见大汤里满是监控 只见一个满脸胡彩的外国老头 像黄世人一样对着开斯要债 经过计算机加减成熟的计算 开斯作为担保人 欠下了800多万 对于开斯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当然 白胡子老头对开斯提出一条出路 就是让开斯参加一场土博赛 运气好的话就能将债还清 运气不好的话就要服从安排 作为遵纪手法的良好公民 他是十分厌恶黄赌赌的 迫于生活的无奈 开斯还是在一分钟的思考时间内答应了 临行前 开斯来和刘青深情地告别 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刘青对开斯深情地说 希望他不要走 枪忍着自己的不舍 而开斯又何尝不是在 情忍内心的痛苦 他还是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开斯被人带到一个昏暗的床三里 这里聚集了欠债的人 他们都是向捅破赌博 改变自己的境况 这些人为了防止土兔将地址泄露出去 给他们每一个人注射了麻醉剂 让土兔们都深深地水尾了过去 开斯在等待被注射时 小丑再次出现 与那些人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 刚才的一切均是他的幻想 开斯被扔进了船舱 和很多人被关在一起 栏杆将船舱分成了好几间 隐隐潮市只有微弱的光芒 透过微弱的光看到这里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开斯 开斯在他们注视下 一步一步地挪到角落 这艘船周深黑色与漆黑的夜融为一体 他们熟睡之际 被一声号角声吵醒 不同房间的人都走向了同一个地方 赌博大厅 这里金碧辉煌 有很多张赌桌 白胡子老头从二楼出来 俯瞰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没有一句废话 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每人12张卡片 分别是剪刀石头布 每种各4张 另外每个人身上有三颗星 游戏是石头剪刀布的玩法 输掉的人失去一颗星星 赢的人获得一颗星星 平局不会失去星星 游戏时间4个小时 游戏结束时 手里不能有一张牌 也不能少于三颗星 不然都会视为输 大屏幕上会时刻出现 各种牌的数脸 以便玩家谋算 星星提前输完也会视为输 如果他们没钱 还可以向这里的钱庄贷款 这里没有国籍 没有道德 带着动物的本能去获胜 凯斯开始寻找玩家 这是一名叫扎克的人 叫住了凯斯 被凯斯介绍了幕后的情况 他诱骗凯斯和他赌博 让凯斯认为 他们俩都能顺利地下船 第一轮平局 第二轮平局 第三轮依旧平局 接下来的几轮都是平局 当凯斯完全放下结心时 扎克居然赢了 之后的一局 扎克依然赢了 他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被骗的凯斯 十分的生气 小丑因子在不断的躁动 他看到每一位 赌子的眼睛都火猫金光 他想要逃离这里 感觉自己仿佛 身之于天空之中 又一恍惚 又仿佛置身于湖底 冰冻千年 这不正是此时凯斯的心情吗 一次赌博旅途 心情忽上忽下 一会稳坐云端 一会跌入湖底 就在此时 昏迷的凯斯被李军叫醒 见到李军的凯斯 气就不打一出来 李军告诉凯斯 自己想要赎回凯斯的房子 如何进入地下赌场的前前后后 说了个清楚 现在时间已经过半 人数一个一个减少 他们找到了一个只有星 没有牌的人入伙 三个人组成团队 结果出师不力 胖子一出场 就抢了凯斯一张牌 输掉了一颗星 遭到了李军的毒打 在胖子的苦苦哀求下 又半惨的情况下 凯斯心软 原谅了他 胖子说出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手里胜的牌 都是一种牌 这让别人看到不成虎靶子了吗 凯斯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有些人会按照均衡出牌思维 剪刀石头布三个是一组牌 可能会把一组牌打完之后 才会出剩下的组 按照这种思维 剩下的九张牌的人 剪刀石头布是一样的数量 他们开始找身上还剩九张牌的人 不出所料 他们赢了 这证明刚才的想法是对的 主办方老头来到这里 将偷偷扔掉卡片的人给毙了 给了全赌场一个人警示 由于对决一次 会同时消耗整场的两张牌 依照这种速度 布最先会消耗完 只剩下石头和剪刀 如果他们把石头囤积在手上 随后将会立于不败之地 事情按照他们计划的进行 他想起了父亲为自己讲的 苏格兰黑山羊的故事 他怕自己太片面 没有看到树的卷貌 自己小时候父亲被带走时的场景 就是那天 极具恐慌的凯斯看到无敌消丑动画片 从那以后 凯斯就开始变得神经兮兮 这时胖子赶来送信 剪刀的数量急剧下降 没想到有人和他们一样在囤积卡片 原有的趋势立马发生了变化 剪刀数量急剧收下 布的数量也被人囤积 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 惊慌之下 黎君和胖子忍不住再去赌 盲目的代价就是输得惨不忍赌 此时另外一个三人组过来找他们 就是他们囤积了布 但是他们多出来一张牌 必须要消耗掉 他们才会平安地离开 于是找到凯斯他们对决 凯斯预想了对方想要出的牌 化身小丑将怪物击杀 赢得了比赛 对方一下起了内讧 在凯斯不断的威逼利诱之下 买下了对方所有的牌 此时的凯斯也从一个小绵羊 变成了一个有人有余的老狐狸 扎克再次找到了他 嘲笑了他的方法 并告诉他一定会失败 一定要和自己合作才有赢的可能 凯斯并没有理睬他 秉着不抛弃 不放弃自己同伴的精神 直接拒绝了他 无论扎克如何全说 凯斯只当是一个玩笑 他们仔细谋划和盘算 正当他们准备出手时 扎克提出了重新洗牌 一开始人们将信将疑 但当他准确地说出别人牌时 多数人都同意了扎克的提议 他们围坐在一起 开始重新洗牌 没有想到的是 凯斯竟然也同意着洗牌 扎克以为自己稳赢 迫不其待 奋发给大家开始比赛 扎克开始赢牌洋洋得意时 凯斯揭串了他的伎俩 用了更加公平的方式 来促使别人和他比赛 有输有赢 凯斯的行星所剩无几 这时的扎克 可以和他赌的人 可没想到 他所等的三张剪刀 被之前的人给冲走了 但是计牌器上 还有这三张的存在 无奈 他只能选择和凯斯重新赌 凯斯孤注一掷 和扎克一学胜负 在最后的一分钟里 凯斯对扎克极尽无辱 最后凯斯还是输了 将自己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于自己的好朋友身上 凯斯被关进小黑屋 在这里 遇见了很多数码卡片的人 一个老爷爷给凯斯 讲出了自己被骗的经历 而满身刀疤盘坐的中年人 却一脸淡定 告诉他们 进来的人必须有筹码 李军要救凯斯时 胖子阻止李军 看似很好的胖子 实则十分黑心 劝述李军放弃救凯斯 凯斯不停地喊着李军的小名 让他保持理智 而李军却一脸不耐地 看着凯斯并给他跪下 不断地忏悔 放弃了救他 满脸刀疤的中年男子 再次发出感叹 凯斯及那小丑因子被激发 狠狠地打着他 他估计刀疤男身上藏着巨子 因为刘青的远苦 他知道伤口在无痒环境下 不利于愈合 就断定那里一定有值钱的东西 果不其然 他拿到刀疤男的钻石 刀疤男的同伴不得不救凯斯出来 凯斯出来时 被善恋的老爷爷阻拦 老爷爷跪下祈求凯斯 给他儿子带一个信 凯斯并没有允诺什么 默默地离开 此时的他心里有了自己的信念 自己信的道 自己来守 愤怒的凯斯 化身小丑将胖子这个吃人的怪兽 暴打了一顿 并将他的钱和星星全部抢走 凯斯将李军的钱拿来 将老爷爷赎了出来 凯斯顺利地下船 来到医院 找对他不离不弃的女朋友刘青 千言万语 化成两个人紧紧的拥抱 之后 凯斯依旧过着平凡的生活 穿梭在大街小巷 守候着母亲病床前 但好像 还有未解的谜 等着他去揭开 影片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改自日本漫画冒险电影 《赌博默示录》 国产版的名字为《动物世界》 这是一部以赌博为依托 皆是人性的电影 在利益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动物 退居了原有的修养 只为活着 有多少人能像开死一样 可以守住自己的担心 在紧要关头 无拘诱惑 这是一部极具内涵的电影 好右条 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